歡迎回到今集《老番情報4》,我是希治閣 為何叫做《老番情報4》? 是否介紹老番遊戲? 當然不是,因為現在老番遊戲根本太多,都不是新鮮事 今天要講的就是我整個人被老番 今集的節目將會有一半講這件事 另一半會介紹老番系用我的名義想騙甚麼遊戲 先講明,遊戲未必一定很好玩 馬上開始今集老番情報4 為免沒有留意,我Facebook 的朋友就是一頭無髓 不如先講講事情的節目吧 忘記在6月或7月,我在Facebook 上出了一個帖說我的身份被盜用 有人就拿我的頻道的名義去各大遊戲廠騙遊戲最好 到底怎樣做到呢? 沒辦法,我又不是甚麼出名的人 頻道有叫做幸運少少有訂閱數字 加上網上的世界,出個電郵加連結就可以說頻道屬於自己 是不是很荒謬? 我覺得很荒謬 最大問題是甚麼呢? 就是我的電郵是以前Twitch開台的原因而開 所以就叫做ScaryPlayTTV 而老番的電郵就叫做ScaryPlayTV 到頭來,我自己才看得像老番 所以我向Gmail投訴他都不受理 但萬事之初我是怎樣發現我的身份被盜用呢? 就要感謝這個世界上最好的Marketing公司 他們的Marketing兼美女PR 有一天Facebook 訊息我 他就說,有件事很搞笑,想跟你開心分享 然後他就發了一張圖給我看 然後是一個Email的CAP圖 我一看之後,嘩,這個茂利竟然拿我的名義 然後找UVSOFT 拿遊戲 當時推出The Crew 2 The Crew 2 推出的時間是6月末 當時就不算很多遊戲推出 Guzzle & The Crew 都叫做近年變數較多的競速遊戲 所以這傢伙想玩都正常 為何我叫他競速遊戲而不是賽車遊戲呢? 因為遊戲中他會隨著比賽而變更載具 上一秒可能是駕駛車 可能下一個鏡頭已經駕駛其他東西 相比其他競賽遊戲或競速遊戲 寫實度可能差一點點 但他的變化和多樣性 就是同類遊戲中比較少見那麼高 難怪要拿名字去R Code UVSOFT 的朋友當然是拒絕了那個老番 但老番仔的行為並沒有因為這樣而停止 另外一款去R的遊戲就是Fortrime 這款作品其實是由 Kickstarter 上集資的東西 雖然不是一個很大的作品 但他絕對是一款有心的戰術RPG 作品 他的玩法就有一點像以往2000 年代那種台式RPG 的影子 玩家就要帶隊去到不同的地圖中冒險 以戰棋的方式去挑戰不同的敵人 為何稱它為戰術RPG 因為他們可以運用不同的地形去作出攻擊 包括用地圖上不同的木箱 好像打保齡球一樣一下車出去 又可以推或者拉跌部分地圖中的裝置 令到怪物中陷阱等等 遊戲就是一些小館製作 畫面就不算很華麗 但他的地圖、世界觀、角色設定等等都非常完整 遊戲都有時下大部份大作應該有的不同系統 我自己就不算很喜歡玩RPG 遊戲 但這種心機的作品我都覺得值得一讚 而且在Steam 上面它只是賣90元 有興趣的就不妨試一試吧 接下來這款遊戲不要說老番氣 我想連馬時亨都適合玩 最近沙中線新聞鬼死那麼多 Infra 這款遊戲就適合大家玩 這遊戲的背景是說甚麼? 就是講這個城市中 高官腐敗 導致建築偷工減料 作為結構工程師的主角 就要四周圍去驗扭兼解決遊戲世界的建築問題 遊戲就不像我們平時玩開的遊戲 節奏明快又有明確目標 相反就是考耐性、考細心地解決大廈的建築問題 他還被宣為世界十大建築師最喜歡玩的遊戲之一 但你問我的話,我就應該玩不行了 留給一些有責任感的人玩吧 最後一款我發現他借我的名字來騙的遊戲 就是這款Free Man Guerrilla Warfare 這款遊戲看起來就是一款射擊的遊戲 但其實他玩下去除了射擊之外 戰術的要求亦非常之高 玩家扮演的是自由傭兵的部隊 入到不同的關卡挑戰不同的士兵 由雜宇軍打到正牌軍隊 你要做的除了在戰場打之外 你的部隊有多少人、用什麼武器、用什麼戰術 全部都是由你去控制 怎樣用一隊兵制去打贏別人成隊士兵 你可以在遊戲中轉換戰術地圖 一面大隊同時下命令你的隊友如何進退 遊戲中亦有大量的槍械和裝備給你配搭 除了可以射到所為止之外 更加重要的是戰術 要不然你就連雜宇軍都打不贏 遊戲不單單講平時的射擊技術 更加需要的是你的指揮頭腦 始終這遊戲由戰鬥民族開發 所以我們一般人玩不成功是很正常的 但人們說玩樂的時候 如果你玩熟悉的時候 這遊戲是超級好玩的 如果大家有興趣的話 我都覺得可以挑戰一下 最後這件事怎樣解決 就全靠KKGame Studio 的老闆跟我聊天 他說這些廠中招除了是因為E-mail 看起來像真夜之外 最重要是因為Youtube 沒寫明自己的E-mail 如果你寫了的話 別人一對就知道甚麼事 真的一言驚醒夢中人 立即加個E-mail 進去 然後加了E-mail 進去之後 這個版本就不見了 他除了教了我這件事之外 他還跟我說俄羅斯的女生 其實一樣都是會用尾圖瘦瘦 叫大家不要幻想那麼多 和FF 這麼多 剛才的三款遊戲都是Early Access 遊戲體驗可能差一點 但若然你有興趣的話都可以留意一下 今集廢話好像多了一點 不過早幾天直播黑畫面時 有朋友叫我update近況 今次我就一次過介紹了遊戲和一邊update 今集時間就來到這裡 我是希治閣 我們下集同一時間再見 Bye Bye